吴英明教授在公民社会发展的领域 找到他的天赋与热情 诸如社区总体营造 非政府组织 志愿服务发展 城市治理等工作 吴教授于1990年 拿到美国乔治亚大学 公共行政博士学位后返国 一生投入于大学教育 社会教育和社会改革 以实现他深信上帝创造人的尊严 尊贵和目的 并享受真理使人得自由的喜乐平安 领人归主 巩固民主 是吴教授的座右铭 吴教授的演讲散播一种特殊魅力 具有令人成长的知识力 快乐的感动力 幸福的穿透力 和转化的生命力 好 所以你看我们只有用爱跟祝福营造优质的人际关系喔 我们比较少说用爱跟祝福营造优质的人跟动物 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看到 我告诉各位 我是一个主张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要有人权的社会 是一个自由 民主 法治的社会 这个我相信 但是21世纪除了过去我们两三百年来 去坚持所谓的人权 自由 民主 那么我们21世纪 我们要再进一步 要用的是什么 就是 不想说我们可以担担担担 可以用疼 可以用祝福 可以用宽恕 那个营造的社会 就非常重要 我待会会来解释这一点 所以各位亲爱的我们的听众朋友 今天来 我相信有很多人很喜欢动物 对不对 我们也保护动物 但是我有很多的朋友告诉我一件事情 他说他最害怕的就是跟 喜欢动物 保护动物的人住在隔壁 这样你知道吗 因为他保护动物胜过保护邻居 这样各位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各位 他爱动物胜过爱邻居 这样各位你知道吗 这样他说他就起床了他了 他生我不是只拼到糙米了 再拼到咚咚咚 妙妙妙 这样就对了 你知道吗 再来的就是 每天你家都一个部队 都带出去都整十字的 这样对了 各位 其实我要跟各位来谈 我今天要跟各位来谈的 用爱跟祝福营造 优质的楼上楼下关系 用爱跟祝福营造好的社区关系 这样你知道吗 用爱跟祝福营造好的亲子之间的关系 用爱跟祝福营造好的长官跟部署 部署跟长官之间的关系 用爱跟祝福营造优主的公民社会之间 社区的里林之间的关系 我今天要讲的是比较多 所以我谈的是人计 不是人动计 这样你知道吗 人跟动物之间 那也不是谈动物 像各位你知道吗 我们是谈到人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鼓励各位 我们一定要爱护动物 保护动物 但是我们更要用爱与祝福 来祝福你的邻居 这样好不好 好 这更重要 所以我相信今天也有很多动物 爱护动物保护协会的 来到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们也要这样子的学习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 所以今天讲两个重点 今天讲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爱 第二个是祝福 那我们要从里面 深刻的去体会到 所以你今天 今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我愿意各位 我敢保证各位 你越来越懂得 怎么样爱你的孩子 你越来越懂得 怎么样爱你的先生跟太太 我给你保证 你越来越知道 你的孩子怎么样 活在你的祝福当中 而不是活在你的恐吓当中 这样你知道吗 或者是不是活在 你的咒诅当中 有时候我们每天 在咒诅我们的孩子 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你知道吗 好 那么我们一步一步来学习 来 自己 Person 各位亲爱的朋友 来 自己你要看 人 Person 在中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他说到声音的互通 所以 各位 你如果做人 就要学习与人沟通 表达感情 跟相互的感动 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我要鼓励各位 你一定要学习跟人家沟通 你知道吗 没有关系 有时候你比较宅男型的 好 有时候你比较宅女型的 各位 我也不敢讲说 那个是完全不好 有时候在自己在家里面 安静也好 但是你既然 生日成为人 你必须要学习 你不仅是要跟 电脑沟通 很多人很会跟电脑沟通 但是跟父母亲沟通就 不会嘛 我看到很多的 年轻的朋友 卡明爸爸妈妈在说话 说话两句就说 你去死啦 这样子 还好这样 还好这个 那说法就是这样 这孩子不在乎 他真的白目死以后 看要怎么 像这个没白目 看要怎么 你们知道吗 你会很痛苦的 所以各位我要鼓励你们 我告诉各位 跟电脑互通 跟电脑互动好 但是你既然做人 立丁文的意思 来拉丁文的意思是什么 来就是要怎么样 声音的互通 所以声音代表感情 声音代表意志 声音代表意见 声音代表你的想法 声音代表知识 这样各位你知道吗 学习用声音来跟人互通 表达感情跟互相的感动 非常的重要 第一 所以我鼓励各位 用爱跟祝福 来跟人家互动 这是我们拥有 两个非常非常有效的 非常非常好的秘密武器 你知道吗 不用钱的秘密武器 产生极大效益的秘密武器 看你会用还是会用 好来 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地方 来谈到Life 生命 声音 生物学家告诉你 生命就很简单 因为定义很简单 生命就是与环境互动的能力 所以各位 你有没有跟环境互动的能力 这个很重要 考试不及格的会怎么样 女朋友跑掉了 遇到挫折了 要怎么样 各位我们跟这个环境 遇到水灾了 我应该怎么样互动 彼此之间应该什么样的互助 好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看 其实我们跟环境互动的能力 在当中 你看 有时候我们要用IQ 来解决问题 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用好的情绪 智商来面对问题 但是 有时候我们更是要用SQ 所谓的社会智商 来超越问题 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这一段我在讲的是什么 学习沟通 而且是享受相爱 不沟通的成本 远比沟通的成本高出太多 从长远及务实的角度 还是选择沟通吧 所以各位 你如果在组织的当中 有时候你觉得 我等一下去看 沟通要做什么 就假扁了 不然公文去就好了 阿基他如果买就买 那就不就败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公文去买就不败 这样公文去 他再想一个 公文回来 我们就一个星期后 你知道吗 所以长官就会开始告诉你说 你想怎么买买 那个公文去呢 就去买 买个Starbucks 坐在他的旁边 你知道吗 两个人去买 沟通喝酒 待机就改变了 想怎么怎么买买 就坐在街坡店 想怎么买买 这个买买 走去又走来这 又走来这 你知道吗 你怎么买买 说就好了 有看到没有 各位有很多人觉得 我为什么还要去问他呢 他有什么意见 他自己来跟我讲 各位 现阶段是一个跨领域合作的时代 我告诉各位 你不跟人家沟通 不表示不需要沟通 到最后你仍然必须要跟人家做赛来沟通 这样各位你知道吗 时间就delay掉了 时间就已经浪费掉了 已经是被你自己浪费掉了 所以各位 不沟通的成本 远比沟通的成本高很多 各位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 好不好 选择哪怕这个人很难沟通 你仍然要跟他沟通 这样最后你知道吗 OK 这个人你觉得 我为什么要跟你讲 这不是长官跟部署 长官要不要跟部署沟通 要不要 也要 部署要不要跟长官沟通 要 平行单位要不要沟通 也要沟通 所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不沟通的成本 远比沟通的成本高 好来 所以学习沟通 享受相爱里面 我们还必须要学习一件事情 就是尊重人权 享受多元多样的生活环境 各位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多元了 多元不仅是我们的五族共和 对不对 我们在台湾我们有原住民 我们最重要的原住民 我们有美博仲 我们有台湾人 闽南人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也有客家人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有民国38年来的 从中国来的 我们也有一群人 现阶段是从东南亚来的 我们越来越是多元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开始学习 在这个沟通的当中 开始学习尊重人权 尊重文化跟生活的多元多样性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 最后一个statement 我要讲的 所以在一个组织的当中 我告诉各位 绝对不是在谈到公平真理 有很多人在沟通的时候是这样 我已经原谅你两次了 我已经警告你两次了 你在犯我 所以我要打击回去了 这样你知道吗 或者是我已经原谅你三次了 我已经原谅你四次了 你已经不值得原谅了 我对这种人 我都经常 我会告诉他说 这个组织的中间 我们这个组织的中间 真正让我们能够让这个组织 能够继续不断的运作下去 可以让我们的婚姻 可以让我们的家庭 继续不断的运作下去 不是主张谁对谁错 而是你有没有表现出彼此相爱 这样各位你知道吗 哇 这很重要 要继续就是这样 没第一条路 各位你知道吗 要破坏婚姻非常简单 只要一个人就好了 但是婚姻要成功 一定要两个人 因为彼此相爱 这样各位你知道吗 非常重要 好 今天我们就要来学习 用爱跟祝福 这样你知道吗 来营造好的 优质的人际关系 也没记住 这种爱跟祝福 除了这样子以外 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 除了彼此相爱以外 彼此相爱 而不是公平正义 是人际互动成本最低 效益最高的生命的选择 但我并不是讲说 公平正义不重要 但是在人际的互动这方面 彼此相爱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所以爱跟祝福是在生活 学习和成长的人际领域中实践 所以爱跟祝福 你每天就是在这方面 来 第一个生活的方面是什么 就是每天 所以你每天都要联系 爱跟祝福 每天都要联系 因为它是生活 生活是每天的 好来 学习是终生的 所以是一辈子的 不要忘记了 是一辈子的 都要学习 爱跟祝福 你这一辈子的 好来 它成长的 成长的 它成长是什么 成长的意思就是现在 所以不要等到老的时候 才来学习爱跟祝福 所以我们的小孩子 每时每刻都在成长 我们的生命 每时每刻都在成长 所以爱跟祝福 真的是每天的 爱跟祝福是终生的 爱跟祝福是现在开始的 所以让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当中 我们能够来努力的实践 来